我们看一下这个冷库门的密封条 这个门的密封条的压条是一种脚铁扣在这个门上 脚铁是不修钢的 即便用钻头也很难钻眼 但是我们订购的密封条固定方式正好和这个相反 现有的密封条是从外面固定 而我们订购的密封条是从里面固定 所以大家在订购密封条的时候 一定要确定自己家冰箱或冷柜门的密封条固定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否则到货以后可能会没法安装 不同的安装方式压条的长短也不一样 所以在量压条长度的时候 一定要先确定安装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以免造成以后的麻烦 我们原来订购的这个压条是从内侧固定的 本来是想从内侧用铝压条压住以后 用螺丝固定在不锈钢脚铁上 但是收到压条以后 看现场情况 这种方案是不可行的 不仅仅是因为门边的不锈钢压条硬度太强 很难用钻头钻眼 而且我们的压条宽度也太宽 没法固定 所以大家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 我们用卷尺量一下 这个门边不太到一寸 如果是用铝压条固定的话 铝压条的宽度最多不能超过四分之三寸 否则固定以后 压条就会比门边还宽出一些 这样是很难看的